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今天我必须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台北股市不日子标转为向下 大盘其实没有跌多少 大盘今天才跌33点而已 但是方向改变了 每一次只要不日子标向下的时候 微博在节目上面都会跟各位提醒 风险这两个字 也就是说很多人还跟各位讲 要买股票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不是不可以买 等一下微博会从股票部分来做一个分析 而是你现阶段 只要不日子标向下状况下 你在买股票 在操作股票过程当中 你反而要特别小心 你那个风险意识你要把它提高 不能像以前这样子 涨了就去追还是怎么样 目前台北股市 因为不日子标向下 它的风险性已经提高了 那各位可能不晓得说 不日子标向下是什么意义 我跟各位做一下说明 当普通指标如果出现是向下 它会有几种可能 第一个它会盘整 也就是说 可不可能继续在那边盘整 也是有可能的啊 第二个它会盘跌 第三个它有可能会波段下跌 第四个股票部分 它就有可能出现跌停板 那目前为止 它到底是会盘跌 会波段下跌 这个我都不知道 我没有办法给各位承诺 因为盘是每天都要去观察的 但是 不日子标只要一旦向下 它跟我讲了 就是你必须要有风险意识 为什么 日线不日子标判断趋势 三十分线不日子标判断短线 对不对 来 我直接给各位看 期货的部位就好了 今天台子期跌了五十六点 这是今天台子期的走势 这是台子期的不日子标 然后给各位看 这是今天一百零五年十月十三号 对不对 我们拉近一点好了 东南线八十 趋势线八十一 前面这一段时间都是向上的 没有问题对不对 但是各位 很明显八十跌破八十一 这是今天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日期 没错 这是台子期 好 但是最近 我有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台并股市是不是最近涨一天跌一天 你看 最近其实都是在横盘啊 跌下来又上涨 上涨去又跌下来 跌下来又上涨 昨天涨今天又跌 为什么最近是属于一个横盘的架构 我是不是之前又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短线部分要用三十分线来做一个判断 所以当三十分线如果向上的话 短线它会上涨 当三十分线如果向下的话 短线会下跌 这是在指数部分 那我请问各位 今天指数都是跌了吧 昨天指数是涨的啊 为什么今天是跌 为什么昨天是涨 所以这部分的话 你只要有一个依据 把它切换到三十分线 你就得到答案 这是昨天 昨天微博节目上有跟各位说过了 昨天的指数为什么上涨 这是昨天开盘哦 三十分线向上 好 各位 这是今天 是不是原本的三十分线向上 又转为三十分线向下 所以今天的走势 为什么 因为当三十分线如果呈现向下的时候 各位今天的盘势 很难再拉上去啦 除非三十分线又转为向上 所以我一直希望各位同事朋友 你要做好所谓的应变动作的原因在这边 只是我要提醒各位同事朋友 在整个趋势的部分 它形成改变 也就是日线的部分 因为日线目前是属于向下的状况下 所以这一点 我想每一次只要台北股市的博乐指标 转为向下了 微博第一时间我们在节目上面 我都是跟各位做这样的一个报告的 我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各位同事朋友 你把你的操作风险一直把它提高 那很多人会问说 是不是所有股票全部都要卖掉了 各位不是的 微博目前手上 我们还有手上多单的 也还在赚钱 我们也有代会员放空的股票 也开始赚钱 那它的逻辑在于哪里 第一个原则 个股会有个股自己本身的博乐指标 刚才我给各位看的是 旗子或者是大盘的博乐指标 对不对 它是讲指数的 它是讲期货的 但是股票会有股票的博乐指标 如果个股它的博乐指标 还是向上的话 基本上比较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因为 比如说大盘不好好的 假设今天大盘不是跌吗 对不对 只要不论指标是向上的个股 它还是趋势向上没有改变 举个例好了 这叫3483的励志 今天涨对不对 大盘开平然后杀下去 这是OTC的 OTC今天就杀在最低点 没错吧 指数是跌吧 但是个股涨啊 为什么个股会涨 这是3483的励志 这是励志的博乐指标 来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这到今天的励志 前面一段时间励志都在整理 整理整理的都没有波段上涨 因为他当时的博乐指标是向下 我说过了 博乐指标向下的话 有可能会盘 有可能会下跌 但是只要博乐指标一旦向上 他是在这边向上的啦 这一天他确定向上的啦 只要他这一天确定是向上 他的股价走势 基本上 比较不会出现了波段下跌的走势 包括微博带会员操作股票也是一样啊 红权 大盘也跌啊 今天继续创新高 我也还在看什么时候 我要把它卖掉啊 对不对 但是他还没有出现败向啊 因为他目前为止的博乐指标 都是属于向上的 对不对 跟刚才那个一样 3483的立志 一样都是博乐指标向上的 所以你会发现 当立志博乐指标向上的时候 他才会涨 向下的时候他不会涨 啊一样啊 博乐指标向上股票 都还有机会表现 好 这个是个股自己本身 也就是你现在所选择的股票 你要选择博乐指标向上的 但是反过来讲呢 如果是博乐指标向下的呢 这档叫5269强硕 对不对 之前我跟各位讲过了 强硕因为他的基本面很好 所以他之前走了一波 但是各位同志朋友 我请问哦 为什么强硕今天打跌停板 你知道原因吗 我给各位看证据 因为微博跟各位解盘 我每一个 不管是指数部分还是各部分 我都给各位看证据 这是5269强硕 今天打到跌停板 为什么今天会跌停板 来各位 这是强硕 我们回到昨天的强硕就好 好不好 我们可以拉近一点 这是昨天105年10月12号 昨天哦 这是昨天哦 昨天想说没错对不对 好 昨天想说基本上还是维持在这边 但是他方向其实已经早就改变了 各位没有看到 我们从那个博乐指标来看 昨天是91 93 请问是向上还是向下 这个才叫向上啊 这个不是向上 这是向下 所以其实昨天就已经向下了 不是到今天而已 那今天因为他的走势 可能疲路还是怎么样 他直接打到跌停板 所以我也有跟各位讲说 第一个原则就是说 我们要避开博乐指标向下股票 这段时间以来 微博都有在卖股票啊 你会发现如果没有卖的话 比如说好了啦 6510的金测啦 对不对 我们是在9月22号这一天啊 来各位 之前金测走多头 我们做多 但是9月22号这一天 我发了一通讯息 我把金测在 1170元左右 市价获利卖出 好 9月22号这一天 为什么我要把它卖掉 各位不就是博乐指标向下吗 那各位你想想看啊 如果我这天没有卖出的话 那各位怎么办 我请问各位怎么办 今天跌破1000块了 那你说卖掉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那为什么微博知道要卖掉 其实这个不是只有微博可以知道的啦 这个包括我们的一个客户 或者包括会员本身 用博乐指标的话 大概都会知道啊 9月22号这一天啊 我们可以拉近一点 这一天出现什么状况 这一个 就是在这边 东南线91.05 去世线91.39 黄色有没有跌破 有 确定跌破 这一天 所以当这一天确定跌破的时候 这个时候股价还有多少 当天还有1155块 但是我们那一天的时候 是在11点42分的时候 1170元把它做卖掉 好 各位 你觉得呢 到底是卖对还是卖错 因为它博乐指标向下的嘛 对不对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要避开博乐指标向下的 不只啊 包括3032尾讯 好 3032尾讯 尾讯我们是在10月7号这一天 这一天卖掉的 之前也是因为博乐指标向上 对不对 好 各位 这是10月7号 因为3032尾讯 有没有 也是因为博乐指标向下 所以我们把40.4元买进的多单 在48块 就40块买的 你48块你要卖啦 因为48块不卖的话 各位今天尾讯 跌到是43块 所以这样一来一回 价差5块钱 你觉得值不值得 这个绝对不是我的专利 而是其实 各位都可以发现到的 这是尾讯 为什么尾讯这几天又会跌下来 我们之前做多 做尾讯是做这一段 因为这一段不是比较向上 所以我做多这一段 但是它方向改变了 我们是不是要卖掉 如果你不卖呢 我请问各位怎么办 对不对 一来一回 这样子差5块钱 48 卖掉 到尖43 所以微博要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第一个逻辑是 因为目前大盘 它有可能产生的风险性 个股会有个股 自己本身的博乐指标 所以选择个股 要选择博乐指标向上的 但是向下的你要先避开 这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已哦 更重要的一点 来 之前微博曾经跟各位说过 我说一档股票会不会涨 它跟基本面有绝对绝对的关系 对不对 我跟过的我这边有讲 如果你目前所选择的个股 是基本面差的 我建议各位在操作上 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 为什么 因为长期来讲 股价它会跟着公司营运的成长率 也就是说一家公司的成长率 它是成长的 那长期而言 股价是会往上走 但是公司营运如果是衰退的 长期股价是会往下跌的哦 320500言 我请问各位 大盘其实这一年以来是走多头 为什么百言 它就是 就是 你会发现就算涨上去就跌下来 涨上去就跌下来 它是长期一个空头的股票 那是因为基本面 我给各位看 这百言 这是百言的公司营运成长率 各位有没有看到 它从原本的234%一直降降降 降到最新的9月份是64% 这很明显看得出来 早就看得出来趋势衰退了 趋势衰退的公司股价当然是这样子哦 所以微博一直跟各位讲 我们要买的股票买什么 要买有基本面的 对不对 不止啦 其实非常非常多啦 举个例 你看这个巨洋也是一样 长期来都有空头对不对 大盘 今天财富的比较向下 昨天以前都是向上的 而且 大盘还在9200耶 但是 各位有没有发现 你买到股票 如果你是买到不对的股票 它公司本身营运是在衰退的 就变成这个状况 不止 来各位 这叫4137的利丰 现在叫利丰 KY以前叫F利丰 383块跌到现在剩151 为什么呢 大盘涨 它都不涨 因为它的基本面 没有办法支撑它公司的股票 它公司的一个营运循环 并不是向上走的 从博乐指标的基本资料里面 都可以看出成长率 各位 它是衰退还是成长 它如果没有成长以前 你怎么可以买它呢 所以 接下来很重要一点 我也不要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如果你现在手上的股票 是基本面是正在衰退的 我建议各位 你应该要利用机会 比如有涨的机会 来做所谓换股的动作 不然 我无法跟各位说 到底基本面衰退的股票 它的低点在哪里 它的支撑在哪里 如果公司一直衰退 一直衰退 一直衰退 我请问各位 现在有人问我说 乐森的支撑在哪里 乐森 一个月前还有100块 现在剩15块 我们如何分析 这样的支撑给各位 那个都是所谓的技术分析 但是微博要跟各位讲 基本面才是掌握一家公司 长期是走多还是走空的主要因素 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 微博等一下会让各位来看 我找出好多公司 都是在衰退的 我希望各位投资朋友 在现在这个时间里 应该好好去检视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成都同步 陈老师 以基本面加独特指标 控制风险 创造安全获利 陈老师 以期货多空避险操作 个股波段操作 用指标实现人生目标 陈老师 以决心诚实负责 勇敢面对客户 至少支援 名字2752-5868-2752-5868 成都同步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老师 陈老师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陈老师 陈老师 值得托付 赢得2752-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实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茧 Choose your own life 额排气密窗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其实我今天资料准备很多 我剩下的时间大概只有六七分钟 其实非常非常不够 我在想完应该讲不完 陆陆陆续续 未来在微博的一个 博乐指标的一个粉丝团 博乐指标超凡式的这样的一个社团里面 我都会陆续分享一些 到底要怎么样去判断一家公司 它的基本面成长衰退 如何去做判断 那我尽量把时间简短做运用 让各位了解一下 我刚才讲的说 基本面的部分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一家公司如果 营运是在衰退的时候 微博是不会去买它的 我不会叫我会员 把钱放在衰退的公司 举个例好了 之前微博在今年初 曾经买过一档股票 叫做5245资金 当时候它公司在成长 博乐指标向上 所以我们103块买进 好 至今在1月6号的时候是这一天 我把时间点点出来 这一天 好 这是1月6号当时候的讯息 103块买进 这是至今11月6号 当天103.5 所以我们是买103 当天最低跌到99 好 我们做多这一段对不对 再来 后来把它卖掉了 160块左右 市价卖出 从卖出到现在 我都没有在碰 那你从160块卖出 各位你看哦 今天剩139 我们先来探究一下 为什么它跌的原因好不好 让各位知道一下 这是至今 这是至今的博乐指标 然后请问各位 为什么至今这一段时间 一直在下跌 今天跌到139 因为博乐指标都向下 这是它主要的原因 其实说第一个 从指标部分来看 但是各位 微博不再去买它 不只是因为博乐指标的原因 是因为它基本面 所以从至今它本身公司的 营运基本面 博乐指标上面的 基本是叫成长率 这成长率是从博乐指标 计算出来 我们可以拉近一点 你看哦 91 89 73 58 49 44 我请问各位 至今在成长还衰退 所以如果是一家公司 它是衰退的 我是不会买的 但是衰退的公司 不代表它短线 是不会涨的 有时候 如果一家公司衰退 博乐指标向上 它也是有可能长的 我用今天一则新闻 给各位看 各位会比较容易明了 如果各位有打开报纸 可以从报纸 今天可以知道这则新闻 这是今天10月13号的哦 它叫塑合 3691的塑合 好 3691塑合它说什么 它说营运谷底已过 对不对 好 各位你看哦 3691塑合 今天塑合上涨 好 塑合上涨 塑合是长期从773块 跌跌跌跌到300多块 好 最近才上涨而已啊 最近从300多块 然后再涨涨涨 涨到400多 对不对 好 它出现了什么 出现一个新闻说 营运谷底已过 如果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新闻 又看到今天涨的塑合 跳进去买对不对 但是微博不会碰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的新闻怪怪的 它说营运已过 而且它说什么 它说第四季 上看四成的一个增加 来 各位 3691塑合 这是塑合 这是塑合公司 营运最新公布出来 基本面变化 报纸上面是这样写 营运谷底过 对不对 好 各位你看哦 这是塑合 我们看这边 这是到目前公布9月份的 我们看到它今年好了 这样比较清楚 各位看到了吗 456789 没错 9月份对不对 来 各位 成长率 塑合的成长率从 50 4 46 39 31 20 10% 各位 我怎么样也看不出来 它成长 奇怪 我不晓得它的一个理由 跟原因在哪里 但是从微博的一个 博物指标的计算出来的成长率 它还是在衰退的 那为什么 这一段时间的塑合在上涨 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塑合 来 各位 这是塑合 这是塑合 这一段时间的博物指标 各位有没有看到 它向上了 因为它现在博物指标是向上 所以它上涨 前面一段塑合有涨过一波 各位来 你记不记得这边 比如说 这边有涨过一波 好 这边为什么会上涨 我把它稍微缩小一下 给各位看好了 来 各位 这一段时间的塑合 为什么会上涨 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塑合 博物指标是向上嘛 所以这一段时间 塑合博物指标向上 所以它上涨啊 但是一旦博物指标向下呢 哇 摔翻天了 又继续跌了 所以这一段时间的塑合上涨的原因 是建议在博物指标向上 但是如果它之后又再向下呢 从新闻上面所看到的是 各位你看到的是什么 营运谷底过哦 而且你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 今天已经涨到哪里 已经从三百多块涨到这边来了 你才看到这个新闻嘛 但是微博叫各位看的基本面的方式 不是这样子判断的 我们是真正去用公司营运 去计算出来公司的成长率 它并不是成长的 所以像这类似公司 微博并不会叫会员去买 你会发现有很多股票都是这样子 基本面不好 但是只要博物指标向上 它一样会涨 今天的华星光不是涨了吗 但是这种股票微博不会去买啊 那它为什么会上涨 因为华星光的博物指标今天向上嘛 但它基本面没有变好啊 各位 4979 稍微把它放大一下 各位是不是今天向上 所以今天向上华星光今天涨啊 但是从基本面来看的话 它没有变好啊 各位懂我意思吗 我的时间其实很不够啊 你知道我今天要跟各位讲 有很多股票都是这样子 你看我希望各位可以避开啊 各位你看这种衰退的 47到28 54到33 20到8 51到39 这都是衰退的公司 各位有没有看到 17到负的啊 这从20已经开始变负 这种跌幅 也就是说 如果一家公司从成长变衰退的时候 它跌幅会更快 我希望各位投资朋友可以先避开 或者是像我们一样 我们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个股 去选择做放空 我们已经陆陆续续 带会员开始操作了 我只是希望各位投资朋友 你要提高风险意识 要小心谨慎一点 那我们齐家股的专案 希望可以帮助到各位 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飞车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公司营免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成通投资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智照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货力 股往福利 成通投资 值得托付 赢了2752 5868 今天来到这股色股像的地方 要带大家远离成效 嘎嘎嘎 蚊子这么多 小心干燃灯格热 大家一起来 清除自身园 盆栽底盘 宠物饲料容器 要经常刷洗干净 避免温暖附着 雾后沟 屋顶排水槽 每周清理 不阻塞 菜园除水桶 要加盖 不使用的桶子 要导致晾干 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平平罐罐要倒干净 再回收 预防灯格热 清除自身园 大家一起来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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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